從張旗凱反映就知道為什麼柯文哲會變成今天會這個樣子 就這個民眾黨這個政黨 全黨或是包含不一定是黨 民眾黨的支持者全黨是繞著柯文哲在打轉 就柯文哲永遠不會做錯事 通常媽寶是有一個媽媽疼 已經常常會很容易遭經去 柯文哲是可以說集三千寵愛于一生 不管他做什麼事情都會有人幫他找到理由說 啊這樣這樣這樣 我就問張旗凱嘛 請問你們黨章規定黨主席請假可以請多久 請完三個月再請三個月 那如果柯文哲一審被判刑 判刑了然後再請三個月 請到任期結束嗎 那請問那這個黨的制度何在 任何一個政黨都台灣主要政黨 都面臨過黨主席請假的狀況 黨有黨的規定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國民黨民進黨黨主席請假 會指定一個代理主席 好黨主席請時就不選主席 這個制度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其實它非常簡單 可是民眾黨為什麼沒有人敢去碰觸這個問題 繼續請假 套一句柯文哲的話 我記得柯文哲在當時侯友宜選總統要請假的時候 他還笑侯友宜說 你如果請假請那麼久 新北市照樣可以暈倒 那代表你這個市長不重要 柯文哲同樣的話還給你 如果你可以一時撿下去 民眾黨還在 那代表這個主席不重要 不是已經有人假傳聖職了嗎 說柯文哲最近心情有更惡情 那又覺得說這個黨好像沒有我運作也沒關係 那這個主席就不重要了 就是說民眾 台灣民眾黨這個政黨 他們永遠可以為了柯文哲去調整他們的規矩 因為其實民眾黨先要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他的延壓日期會一路延壓到1月 但是他請假只請假到11月29號 那到底他現在繼續這個被延壓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行使黨主席的職權 那有沒有要就是出現這個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呢你要聽答案 我們聽民眾黨立委張祈凱 他的答案是什麼 他的答案論述有點長 但是抓到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是什麼呢 他說我們也不是蝦挺柯文哲的 如果柯文哲有收錢有對價關係的話 他自己要去承擔 我們一起來聽 我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理性務實科學的政黨 那我們也不是蝦挺柯文哲啊 到時候看起司書嘛 如果柯文哲真的收了錢有對價 那柯文哲就要承擔啊 那沒有的話我們就要談的是什麼 是整個台灣法治社會 今天的柯文哲可能明天就是你 下個禮拜我們會開會 那目前多數人是傾向 就是希望柯文哲不是就請假三個月 因為現在團結最重要 然後就是他 我們多數人應該會建議 就是他繼續請假 所以沒有剛剛所謂的什麼 代理主席那些問題 就黨內先團結 然後第二個 柯文哲進去之前 我剛講 他自己進了去考驗的同事 他有講集體領導 所以我們緊急應變中心 我們會隨時應變 你自己要記得去考驗喔 現在我覺得有一種跳船的氛圍喔 晃哥 因為其實過去啊 你看到民眾黨啊 他們常常就說啊 你就是辦A案問B案啊 然後反正就是黑龍鎖的 然後講到柯文哲到底清不清白 還可以說因為他吃飯吃得很快 所以我們相信柯文哲清白 總之沒有觸及到一些 我們覺得在乎的這些事情嘛 可是張琦凱是太高意了嘛 他居然會講說 如果看到齊叔叔之後 我們不會瞎停他啦 那如果他自己真的有一些收錢啊 對價問題的話 柯文哲自己要去承擔耶 唉 每次講到琦凱 我就覺得不曉得該怎麼講 但他老朋友也不好意思 踩太用力了 好啦 琦凱放你嘛 也就是說你從張琦凱反映 你就知道為什麼柯文哲會變成 今天會這個樣子 就民眾黨這個政黨 全黨或是包含不一定是黨 民眾黨的支持者 全黨是繞著柯文哲在打轉 就柯文哲永遠不會做錯事 通常媽寶是有一個媽媽疼 已經常常會很容易遭經去 柯文哲是可以說 集三千寵愛於一生 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都會有人幫他找到理由說 啊 這樣這樣這樣 我就問張琦凱嘛 請問你們黨章規定 黨主席請假可以請多久 請完三個月 再請三個月 那如果柯文哲一審被判刑定 判刑了 然後再請三個月 請到任期結束嗎 那請問那這個黨的制度何在 任何一個政黨都 台灣主要的政黨都面臨過 黨主席請假的狀況 黨有黨的規定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國民黨民進黨黨主席請假 會指定一個代理主席 好 黨主席請時就不選主席 這個制度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其實它非常簡單 可是民眾黨為什麼沒有人敢去碰觸這個問題 繼續請假 套一句柯文哲的話 我記得柯文哲在當時侯友宜選總統要請假的時候 他還笑侯友宜說 啊 你如果請假請那麼久 新北市照樣可以暈轉 那代表你這個市長不重要嘛 柯文哲同樣還給你啊 如果你可以一時撿下去 民眾黨還在 那代表這個主席不重要 不是已經有人假傳聖職了嗎 說柯文哲最近心情有比較惡臟 那又覺得說 這個黨好像沒有我運作也沒關係 對啊 那這個主席就不重要了 就是說民眾 台灣民眾黨這個政黨 他們永遠可以為了柯文哲 去調整他們的規矩 比如說剛剛講到那個 其實他們包含黃國昌 包含陳志涵 他們在批評林冠年的話 我覺得你把林冠年三個字拿掉 對於任何所謂的性貧的案件 性騷擾案件 我覺得這些話都講得很好 但是我就問你們兩位 包含許甫我一起問 王鴻威在講粉味的時候 你們怎麼沒有人出來講過話 嚴重的誤化 具有高度專業的女醫師 去抹黑人 你們有沒有講過一句話 沒有 曲美鳳指控柯文哲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講過一句話 沒有 那為什麼講到陳志涵的時候 好像一群財人虎報通通跳出來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不要兩套標準 你們應該好好去正視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 要怎麼走下去 如果你們大家內部討論覺得 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 我們走不下去 那很簡單 貴黨有一個非常會關燈的 你就請他關燈就好了 如果你們覺得沒有民眾黨的柯文哲 要繼續走下去 那請趕快找出一個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 要如何生存 你們要處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柯文哲這個被指控性騷擾的事件 沒有錯 曲美鳳也許不會提告 也過了法律追溯期 但是身為一個國內第三大政黨 請問你們黨中央可不可以開信憑會 台北市蔣萬安可不可以開信憑會 因為事情發生的時候 柯文哲是台北市長 台北市也是主管機關 台北市跟民眾黨都可以開信憑會 開信憑會目的不在於說 證明柯文哲一定有 有或沒有就信憑會來調查 你們不是說有一個黨工 剛剛冠妮也講 有一個黨工有參與那次會議 對不對 昨天丁學委在友台講 他就問說 吳一軒你那天有沒有去開會 他直接問 他直接問 吳一軒呢 這兩天他都不在 出國了嗎 也去芬蘭了嗎 如果你們有人 他一開始有出來講說 當事人支持他去申訴 申訴 不是 那跟誰申訴 跟誰申訴 台北市政府 對 跟台北市政府申訴 那民眾黨 你們黨部有沒有姓平的機構 有沒有姓平的機制 有嘛 每個政黨都要有嘛 你應該主動成立 一個姓平的委員會 趕快來調查這件事情嘛 那如果有黨工在場 黨工如果說沒有 我在場就看到就沒有 群美鳳你學不會講 很簡單 請律師寫一個訴狀 叫柯文哲去簽名 直接對群美鳳提告 求償一千萬 而且因為宣明志 宣長友有出面作證 順便告宣長友 宣長友可以求償多一點 你家比較好 你就跟他求償嘛 為什麼不敢 我跟你講 我的研判 民眾黨 絕大多數人都心虛了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極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他們也沒有把握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他們的主觀意識 認為這件事情 極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他們每天 跟在柯文哲身邊 柯文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們絕對比我們更清楚 柯文哲會對女性 講什麼樣的話 做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絕對比我們更清楚 好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問題很簡單 柯文哲要不要繼續請假 那是你們民眾黨家務事 但是針對性騷擾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你們黨的態度是什麼 那現在好 現在黨內感覺 我覺得現在在放話階段 有人要柯文哲繼續請假 有人說呢 這個是不是要找代理黨主席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在互相試探 都在放話 柯文哲呢 其實也不是笨蛋 柯文哲 他對於這種玩這種權力遊戲 他非常的精明 如果有誰很快的就是有那個意願的話 是不是 棒打出頭鳥 貴啊 你看那個以前那個描寫中國那個 那個朝代那種皇帝有沒有 他們那個皇帝有時候在懷疑說 我底下有一些權城 可能圖謀不詭的時候 他通常會用哪一招呢 叫做稱病不出 假裝生病 孤生病了 這時候呢 每天我就在後面看 看誰先強出頭 強出頭那一天 等到他確定之後 有一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 而且身體比以前更好 那強出頭那個人就倒大沒 所以柯文哲現在幹什麼 他現在幹這個事情 我就在那邊裝 反正到11月29號 還有大概10天左右的時間 我在看 我在看 越靠近11月29號的時候 誰越急 誰越急的那個是要強出頭 就是出頭鳥 就準備會被柯文哲弄掉 柯文哲現在人 雖然在看守所裡面 但是我認為 他在民眾黨裡面的影響力 還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要不然這些人 不會說到現在沒有人起義 這個武昌起義 所以呢 我覺得你們這些人 也不用再裝了 說實在 不可以搖幾家世理 有本事 你只要講得出一套道理說 你認為柯文哲現在請辭 對民眾黨更好 你能夠說服黨員 說服支持者 就勇敢站出來嘛 那至於那些搞不清楚狀況的 不要在那邊瞎起 什麼支持柯文哲繼續請假 齊凱拜託不要笑人